您好 谢谢收看 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过去十几年来 西方自由社会的失败论越来越抬头 特别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 全世界的经济陷入萧条 然后就是长期的萎靡增长 也唯有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 还亏了北京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政策 大量进口矿产原材料 帮了自由国家一把 中国人出国旅游留学 给外国经济注入消费的活力 不少西方学者甚至推崇中国特殊的官僚资本主义模式 认为中央集权调配资源的模式 好过市场调节 好过自由经济 更有学者认为中共的崛起不可阻挡 自由社会只能顺势而行 好自为之 惹不起还躲得起吗 川普上台后有了很大的变化 自由社会的熊猫派一夜之间消失了 强硬的声音开始抬头 川普说到做到用美国第一的口号 名正言顺的在贸易上跟北京开战 也放弃了理想主义的立场 在商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上 跟盟国亲兄弟明算账 虽然四年之后川普卸任 但是自由社会已经在联合抗共上达成共识 拜登也继承了川普的强硬立场 只是他不敢单挑 他要搞联合战线 其实中共没有那么强大 他口气比力气大 在中共百年庆祝的时候 习近平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个结论我赞同 中华民族一定会伟大复兴 中国古称神州是上天眷顾的中央之国 乾坤无私 善恶必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因为中共的结果 而是中共被解体后的自然结果 就像一个人割出了肿瘤 重新焕发生机那样 上星期中共六中全会开完了 通过了一百年来第三个历史决议 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所谓的时代互换 历史选择 民心所向 三连认识没有悬念的了 历史地位也跟毛泽东 邓小平一样了 毛邓两人也有历史决议的 毛泽东的第一次历史决议是在1945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 主要是清算陈独秀 曲秋白 李立三 王明等人的问题 承认这些人引发的右倾机会主义 左倾盲动主义 教条主义等等错误 同时也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层的核心地位 第二次历史决议是在1981年6月在北京召开 这次决议是对毛泽东当政时问题的清算 把文化大革命定型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 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负主要的责任 这次全会上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此前华国锋已经被迫卸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从此以后华担任的中共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全部被剥夺 而且同时选举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 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上星期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倒是没有批判任何前任 没有总结任何错误 一百年来都是伟光正 当然更是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其实从过去十年来的中共的内政外交上 等于是批判了邓小平的政策 等于是回到了毛泽东年代 虽然文豪大革命期间 中国经济萧条名声凋逼 但毛泽东在边境跟印度开战 跟苏联开战 越南战争时期支持北约 同样的习近平执政期间 在边境跟印度冲突挑选台湾 在南海压制越南菲律宾 甚至扬言要连续核轰炸日本 在经济上跟欧洲和澳大利亚开战 在内政上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中央 制裁社媒科技公司 跃车网络平台 打击艺人明星网红 禁止盈利科余辅导 最后就是共同富裕 这不是转了一圈又回到毛时代了吗 世界的格局从大体上来讲是平衡的 有点像中国人熟悉的相生相克的道理 东西方本来就是抗衡的两大 大阵营彼此势力旗鼓相当 苏共解体了 中共直接走到前台 1946年2月22日 美国驻苏联外交官乔治·凯南 给国务院发了一封密件 警告说 苏联接下来会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 削弱美国盟国的力量 然后达到军事上的高度优势 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美国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肯南电报的long telegram 这份密电事后成为冷战时期 遏制苏联政策的基础 肯南长电报中有这么一句话 毫无疑问的 苏联美国 苏联是美国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工作重点 也许是美国外交历史上最大的挑战 如果把肯南长电报穿越到今天 把苏联换成中共同样实用 反过来看 今天的中共跟当年解体前的苏联 也是一样貌似的强大 掩盖了背后日益深化的社会文积 人口老化 人口减少 无法逆转 环境污染 从空气水源到土地的污染难以逆转 粮食能源都需要进口 香港的反送中就是蓄取 虽然用国安法让港人暂时跪了下去 但当中国大陆的经济 房地产衰退 甚至基本的能源和食品都不能保证的时候 跪久了的膝盖是要站起来的 中共最怕的就是老百姓 最近几年 中国的战狼外交 在南海的耀武扬威 与其说是中共有千秋大忌 不如说是甩绑的壮胆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 也不是经济力量 依靠的是文化的力量 我相信没有中共的中华民族的神传文化 将有伟大的复兴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